大家好 我是承邦国际明表总编辑刘碧祥 今天明表聊什么 我们邀请到了承邦国际明表的主编赵姓 大家好 我是赵姓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方形计时马表 如果你喜欢我们接下来分享的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同时订阅我们的承邦国际明表频道 然后帮忙按赞 分享 开启小频道 邀请我们这次要讲的是方形的计时马表 虽然我们记得在前几期的时候 有做过方形计时马表相关的报案 但是呢 这次我们也请来了两个不同的品牌的贵宾 这样的 那方形计时马表呢 在市场上算是一个比较相对罕见的一个类别 传统都会认为方壳这件事情 它在防水上会比较难啊 所以大部分品牌比较习惯做圆形的设计 整体来说方壳的表是相对少 不过呢 这两个品牌呢 其实它们在方形的设计上 都有它独特的地方 跟它传统的历史渊源 所以呢 我们这次要讲的包括了 Bell Rose BR-05 计时马表 第二款呢 则是泰克豪雅的 Monaco 计时马表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聊 Bell Rose BR-05 计时马表 照理你知道吧 我对于Bell Rose 的记忆啊 它就是过去都是做军事仪器起家的一个品牌 BR-05 看起来又没有那么的军事 那它这个演变是怎么样子 关于其实就要讲到品牌的一些历史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Bell Rose 它最早就是很纯粹的方形 很硬派的设计 发展过程中它还是需要有变化 就像从那个硬派设计之后 它们其实尝试过很多种变化 但其实就是市场的反应 它们最后还是屈服于大致方形的设计 因为它们只有做过原型甚至有东西 BR-05 算是它们比较新的想以方形为基础 然后加入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设计 那它在可声的设计最早出现它是 练带为前提的设计 那为了要呼吁壳声的曲线 所以它其实在方壳的架构下 可是我们会注意到它在表演的设计有所改变 它整体会有类似像鲍鱼壳的形状 所以整个风格就会带一点点怀旧感 但只有一点点 因为它在整体的设计还是很现代 Bell Rose 的确都是用军事仪器作为发想它的手表来源 不过呢也是因为你刚刚提到像说 这种纯粹硬带军事的风格 开始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物贵的感觉 所以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VR0的样子 不过在它的计时码表的设计上 它的面盘的设计上 也有什么比较独特的地方 它就是采用的是双眼计时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传统计时码表会用的方式 那整个就像有两个眼睛一样 那整个面盘的布局会相对的平衡 感觉也是相对简单一点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参数去让你去看 我个人发现就是说在VR05的计时码表的设计上 它的双眼的设计好像也跟它的壳形的线条还蛮组合的 边角的弧形啦 他们会自己说这叫做防松带圆的设计 我们会发现它的角度会有点像 表科也因为它是一个方形带有弧形边角的一个设计 所以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刚硬 对 整个面盘的设计上 它好像也做得比较好 好像是一体式设计 对因为就是一开始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们一开始的设定就是这一款表 就会以一个链带方式呈现 这其实跟他们当时推出的链带 刚好流行1970年的设计差不多 所以它的设计也是按照那个方式去做 只是它后来因为还是回归到品牌它的本质上 所以他们后来链带之后 他们也出了一些像是橡胶带的设计 像这一次又是橡胶搭带 它在壳形的除了它是方中带弧形的边角以外 它另外还有链带跟胶带的互相搭配 Bell Rose 它这一次BR05里面所使用的机芯是什么呢 它是他们常用的就是BR326的机芯 那基本上就通用机芯杆 功力储存其实差不多就是30到40小时左右 那这算是Bell Rose他们很常用的机芯 那它的背面看得到机芯吗 可以啊因为这就是BR05的特色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BR01 他们过去是不给大家看透背的 05之后他们可能想说 这还是否一般人 他们还是喜欢大众喜欢看机芯 所以它会开给大家看 所以呢大部分的高级手表品牌呢 都会在背面使用透明皮盖的设计 也跟过去Bell Rose在BR01 03等等它们的原本实心皮盖 像衣气一般的厚底盖的设计呢有所不同 那第二款呢我们要来讲呢就是 泰格豪雅的Monaco即时马表 那Monaco呢对于泰格豪雅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而且它的方形表壳也是其来有自啊 它可以算是据说啦 他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方形有防水做好的即时马表 它的来源脉络大概可以抓到 大概1970年1969年 他们推出了一款设计 那之所以走红主要是因为当时 Steve 麦坤在电影力卖里面佩戴这一款嘛 然后因此而爆红 那它就从此成为豪雅非常招牌的设计 尤其是大概在前几年 它在拍卖会 它当时的原款 在拍卖会上卖到200多万美金嘛 那整个系列都很爆红 当时的制表科技下面呢 方形表格要做好防水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时摩纳哥内部所搭载的机型 还是全世界第一枚的自动商链 即时马表机型 那就是Caliber 11 当时他们跟Hamilton 跟百年龄一起合作 研发的自动商链机型 这一次好像 它却换了一个样子 当时的设计 当时Caliber 11的机型 我们会注意到它的表冠在左侧 现在新款呢 他们环用是他们自己自制的 豪雅02的自动商链机型 那东西除了有80小时 以现在新一代的机型来说 80小时算是日常非常持用的啦 然后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表冠 换到了3点钟位置啊 那这款机型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规格呢? 那它的动力储存延长到84小时 它通过天文台认证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高精准度 高耐用高稳定度的设计了 尤其这几年啊 豪雅所使用的即时马表机型 几乎都已经全面改装成自制机型 当然还是有少部分的会使用所谓的通用机型 但是现在他们比较主力的 包括Carola或者是Monaco 都已经改用了他们的所谓的自制的即时机型 翻到背面呢看到它的透明离盖 它有什么一个特别的特征可以去辨识吗? 其实我觉得最容易辨识的就是它的自动盘啊 它自动盘的设计是好像是有镀黑 然后很好看很帅 很镂空的设计 而且啊它几乎它所有的自制即时机型呢 上面都可以看到红色的高助轮的设计 这也是豪雅在自制机型上面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整体来说呢 Monaco在方形的即时马表的历史上呢 占有非常一个重要的地位 因为不管在规格上或者是在线条上呢 都在创造了一个跨时代的一个设计的突破 就像说到跨时代的突破嘛 其实就是像在去年的日内瓦装表大奖 里面豪雅的Monaco Golf 它还得到的就是最佳最经典表款奖 Iconic Prize 它的经典地位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所以不管是从过去Steve McQueen 所带动的一个方形即时马表的风潮 到现在被日内瓦大奖所认同的一个设计概念呢 它一个豪雅的Monaco即时马表 可以说是方形即时马表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所介绍的两款方形即时马表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同时订阅我们的城邦国际名表频道 然后帮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